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每到逢年过节 家里总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客人 不过现在疫情愈发的严重 还是要少聚集比较好 有类客人想必各位遇到了都很头疼 那就是熊孩子 来到家里面摸一摸你的手办模型 还看着有个电脑就在那边 哥哥姐姐我要玩电脑 就过分点 叔叔阿姨我要玩电脑 手办模型之类的老老实实的放在柜子里面锁好 基本上还能幸免于赖 但是电脑怎么能一直锁在吧 自己还是要用的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逆向思维一下 你平时用电脑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各种开不了机的情况 这个时候为了复现一下这些故障 就可以当着熊孩子里面说 这电脑坏了 玩不了了 或许能够逃过一劫 首先的要求就是不能够进系统和BIOS 网上有很多什么改桌面图标啊 搞些很假的弹窗啊 我觉得那些都是娱乐办法 实在太假了 现在小孩也不是傻子 说不定还给你很得意的炫耀 哎看我把你的电脑给修好了 然后又把你的电脑搞得一团糟 熊孩子进去你的系统之后 可能你在桌面上就多了很多 那些一兜999是兄弟就来砍我之类的图标 或者偷窥一下大姐姐梦的豪宅 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直接让它系统跟不进去 从源头上把它给切断 第二的话是不能搞得太复杂 不然你自己享用电脑的时候呢 哎就有些麻烦了 第一种方案 拔开机跳线 让爱看见的时候毫无反应 那主流的华硕机加微星的主板 开机跳线都是通用的 按照这个图表就可以了 线看起来很多 那时常有用的 就是第一排左边主第三个和第四个开机线 那其实第二排左边第三个第四个是重启跳线 很多机箱现在连重启都没有了 另外两个是显示灯的 所以说另外三个接口的话 KFJ是无所谓的 所以说的话 拔下开机跳线或者接到别的地方就可以了 开机跳线这种方案 比较适合大点的机箱 插拔跳线比较方便的 小机箱的话可能就不是特别好操作了 那反过来 其实一般你遇到电脑开机线 完全没有反应的时候 机箱里啥东西也不动 你手机应该拍打一下 那是不是开机键它松了呢 第二种方案 是拔显卡供电线 显卡如果不接额外供电线的话 是过不了显卡的字简的 开机机会提示你检查连接线 不过是英文的 熊孩子大概率会被劝费 开机看见一行黑底白字的英文 顺利说一句 这个电脑的电源坏了 不过也有少部分的显卡 它会直接不显示英文就黑屏了 这样的效果可能更逼真一点 大家可以自己先试一下自己的显卡如何 不过这个方案很明显 你需要一张带独立供电的显卡 不适合日文级的显卡以及核显的用户 第三种方案是对内存下手 把内存通通拔掉 或者说故意弄一根它没有插好 让电脑过不了内存的字简 机箱里面该亮的还是亮 也能营造出一种坏的假象 要是跟避震件的话 你可以不把它内存拔下来 去BIOS里设置一个 你必不可能进系统的高频内存 比如内存直接干到5600 开机要么直接亮灯没反应 要么就一直反复重启 这个取决于你是什么主板 不过超内存方案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主板 目前比较新的主板 一般都会在几次无法开机后 恢复默认BIOS以内存默认频率开机 那相应的如果遇到开机电脑无法启动 但无法显示的话 首先试一试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如果你的主板用Debug灯的话 开机后Dram灯亮起 那基本上都是内存的问题 就需要重新插拔内存 或者用橡皮擦一擦内存 那具体看这个视频 如果说是内存频率弄得太高 你可以把主板的电池扣下来 重新清一下BIOS恢复模仁 第四种方案就是修改硬盘建筑模式 比如说UEFI的系统在BIOS也改为仅支持Legency 或者更改硬盘的其中顺序 换成没有装系统的别的硬盘 修改成功一般开机会提示你 找不着系统之类的 怎么按都是这句话 但这种方法其实也取决于主板型号 有些主板就比较聪明 在第一引导顺序的盘无法进入系统以后 会自动帮你找别的有系统引导的盘 或者更干脆一点 如果你是SATA的硬盘 直接把SATA线给拔了 M.2硬盘就不是很建议拆硬盘了 如果你的螺丝刀不是带磁的话 很容易把固定硬盘的螺丝给弄丢 到时候不知道掉到哪个地方了 把主板弄短路了 那电脑就真的坏了得不偿失 相反的 如果说你开机的时候看到这行英文 你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硬盘启动顺序 另外这也多说一句 基本上新的电脑都是UEFI引导加GBT分区的硬盘 如果说你用微软官方的系统安装方法也是这样的 别再整一些奇奇怪怪的构次安装方法 和M.2分区的硬盘格式了 容易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出问题 第五种方法 就是把CPU Fan上的CPU插头插到别的风扇接口上 并且不要关闭那个呼吸警告 这样开机就会出现一个CPU风扇爆错页面 一般华硕和微星的主板都会开机弹窗 但GTA版就会无视这个检查直接进入系统 这个功能的初衷是希望防止风扇没有接好 导致影响CPU的散热 不过一直搞不清为什么非要检测CPU Fan 其实你风扇接口的话 插到别的插船上也是可以用的呀 比较简单一行的方法就是大概上述的几种 具体用什么方法还是要看线材的EX8程度 以及具体是什么主板 比如说现在换风扇的话不适合技嘉主板 雕音盘的方法就不适合华硕主板 你也可以发挥一些个人表演成本在里面 比如说问你电脑怎么开机的时候 你亲自演示一下这个开机怎么失败 然后表情临重的和熊孩子说 哎呀这个电脑坏了春节期间 售后都停了还没办法去修 那至于熊孩子会不会自己主动去拍摆这些状况呢 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不会的 我觉得要是他如果会能解决这些硬件问题的话 他应该也已经脱离熊孩子这个范畴了 还是能跟他讲讲道理的 或者说你直接可以喊熊孩子去什么电竞酒店去开一个房间 我们上次正好做了一个视频 有些电竞酒店还是有点东西的 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能用不到这些不得已的小技巧 更希望大家的电脑都能平平安的度过春节 一定今天还是要多待在家里面多玩游戏少出门 如果说你不知道在家里面玩什么游戏的话 我们还会做一个假期期间的游戏推荐 想看的话请第一时间要关注我们的频道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是否学会了如何不让熊孩子去开你的电脑呢 或者说你是否学会了一些简单常用的 排除电脑无法开机故障的办法呢 别管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的YouTuber 你们的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LRK 那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来用淘宝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所有商品潮玩客 这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